來到2021年末二那一天 首先很快預祝大家新年進步 今天想做一個很快很快的塔尖亂林星盤分析 還有我決定以後有些盤 我不如用這個尖聲之門的網站 因為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但是我相信一般尖聲師其實都不太用這個網站 因為它會用中文去表示那些星 它外面有那些星座 而且裡面會用中文字 這東西比較特別 有些會看不慣 但是我覺得 其實對於一般大眾來說 就會更加容易看到 我又不需要解釋 原來你是踏幾個方向 才是哪個星座 哪個星座 哪個星座 又是代表哪個行星 直接有那些字 不如我簡單一點 以後用這種的星盤 去跟大家做一個講解 OK 現在麻煩大家看看 摩托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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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有些 就是那個area 有些什麼中文字 有些不同的星 是不是 好 我稍後就會去講解一下 這些星 究竟對於 今天 或者是 就算這兩天 或者這個跨年的時段 會有什麼影響 但是在講解之前 現在開始這個星盤分析 首先我不會再像以前那樣去打文字 直接用講解方法 一來大家都不喜歡看文字 去到這個世代 二來我也浪費少點時間去打script OK 但是最重要 是因為同時我也想 趁這條片裏面 show一些 以前的片段 是的 即是一些 以前的客人好評 我準那些的片段 所以讓大家可以 只是看著同一個screen 就不用說 又去看screen 又去看文字 這樣滑來滑去 OK 所以在我講解星盤之前 我會先放一些 好評如海嘯的片段 或者是一些 準到客星人的片段 大家可以去當那些是entertainment之後 然後才一直去看我講解今天的聖盤 OK 所以現在打洗一下 大家去看片 你是一個難度出執的人 是的 這件事其實從上世開始已經是這樣 但是它的業力 它的能量實在太大 是的 所以你今世 你自己知道 你一定知道自己很難 很多人都這樣說過你 是的 那這件事呢 我相信你自出良胎已經是 OK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上世 你上世你自己的comfort zone 是的 你上世我告訴你 你已經是一個懶人 是的 然後你上世 如果這樣說 如果這樣說 你上世都應該是會 醫食風俗 但是如果要講出一些 可能是那些 都應該肥的 上世的話 現在就真的去到 升盤分析講解的一刻 就是剛剛片頭 顯示了 今天12月13日的升盤 叫大家留意摩蕩座的位置 是不是 還有再提一次 這個升像 未必影響今天 一天 你當一個星期 由今天開始 一個星期 但又不會太久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牽涉到一個 叫做水星 然後水星它都動得比較快 它很快 甚至會去到水平 所以影響力會有限期 還有現在大家可以一邊聽我說 一邊看底圖 就是客人給我的一個即時 feedback 就可以去印證了 我當初在那段錄音裡面 是怎樣跟他說 然後他之後給一些文字 答覆我 我是如何的準確 可以當這裡是一個 entertainment 好 其實我是想大家去留意 那時候 你們看到摩蕩座 是不是有三個小圓點貼起來 然後他那裡分別是代表三顆 恆星 planet 就是金水明 金銘這兩顆星 即是金星和銘黃星 其實他一直已經在那裡 即是搭一塊 正所謂 搭成一塊 搭明一派 好了 然後金銘俠的那個異常 最近 老得熱紅紅 不過現在這件事都丟探了 就是王力雲和李政雷的 這件爆雷事件 是的 那金銘俠去那個長城 那你們又可以去找回 我上一次那個星盤分證 即是有王力雲很大隻 很大隻那個福基圖 做封面的那條片 OK 那是在立訓會選舉日出的那條片 是的 某個是某個sunday來的 還有大家要善用youtube 某些功能 就是你可以去我youtube的頻道 然後呢 你去找一個 Tab 專門就是playlist 播放清單 我是有不同的播放清單 例如我有特殲聯藍FAQ 有一個播放清單 專門是有很多的佛咒 那是公開的 OK 那還有 那些播放清單 是專門講我歷來的大語言 叫尖聲大語言合輯 跟著還有一個是 就是現在我想大家去找回 就是塔尖亂藍星盤分析 那你去找回那個playlist 就可以提回歷來 根據時序的星盤分析 對啦 那你去找回剛剛講的那條片 黃力雲做封面那條片 然後就去了解一下究竟金銘俠是甚麼事情 但是 今天我們見到 水星 都走去跟他們 達成一派 OK 他們三個在那裡 攬懷一舊 那會發生些甚麼事情呢 就是說 我們金銘俠 即是我們 很快在這裡recap一下 其實就是講 大家一些秘密 一些價值觀的 扭曲的價值觀 大家去 就是有一個角力 OK 一些 不為人知的關係裡面的黑暗面 就是 這些東西 其實本身都可能是收收埋賣 都不是很想被人見 但是 可能 我當之前黃力雲和李勝利 他們也都自己各自的行星 自己各自的星盤有甚麼行星 而令到那些東西爆了 OK 但是 今天 因為有了水星的參與 所以對於全人類來說 是全人類不論你的盤有些甚麼 水星 就會將 金銘俠那些 negative negative 不好意思 口有些說 對啦 那些negative 好 的secret OK 會將它擴散開去 因為水星呢 就是那些 字字枕啊 講是非啊 講八卦的星來的 所以呢 尤其是你想一下 呃 現在跨年啦 OK 那 即是大家很多情侶會去 celebrate 去倒數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 對不對 就是一些很親密無間的時段 但是呢 就是因為 你相處得越多 你就容易 越容易去發現對方的一些不足 還有一些不滿的事呢 一次過去廣誓出來 然後呢 大家呢 就可能在那裡互相掃臭 互相搭曬 其實我知道你一直在偷吃啦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今天辦事在陪我這麼好啊 我知道你之前約了其他女的 你條 你條 你條八婆啊 我也知道你之前在那裡到處找仔啦 之前 穿到那件衣服這麼低胸 難道是穿給我看的嗎 穿給誰看 大家就在那裡互相掃臭 就是這幾天 跨年 這些這麼festive 大家想著去celebration的時候 原來就是很多 這個 關系的東西呢 會走來一個非常之大的危機 大家在那裡互相爆料 還有呢 會很多 很多東西是 會被人見到咯 所以呢 如果 你們自己本身身有事 喂 你的手機呢 不要被對方見到啦 不要被他們見到 喂 你WhatsApp 為什麼你經常跟那些 英俊美女聊天呢 which 不是你的對方來的 什麼都好啊 麻煩 小心點 因為一直一些隱藏的信息 在這幾天呢 就會 消息很靈通的 就是在那裡轉來轉去的 或者是一些身邊的朋友 在那裡說哪個人的壞話 就是可能你的閨密 說你的男友的壞話 諸如此類 OK 但是呢 有一個主動應結的辦法 就是說 嗯 就是不如你 你就自己主動去做它 但是用一個很輕微的程度 就是 嗯 就是趁這個時候 有時候有些三口六面 說清楚 正所謂新一年新氣象 是不是 好像 哎呀 其實我們過往有時候 有些包袱 有些不開心的東西 我們放下它 我們現在去打開天窗 說一路心底裡 有些什麼隱含了的秘密 一些不願意去面對的情緒 或者一些價值觀的矛盾 好了 我們趁新年最後一天 就是最後這兩天 說清楚 然後去到2022 我們又 就是又重新在一起 Happy Together OK 可以叫做 用一個輕微的程度 去主動應結 還有 就是希望大家的心態 都會避免一個 新年愉快的 一個整體的Moot 那就 舊事不提 然後用一個新的心態 去面對新的 就是在新的一年去面對 面對這個關係 這個會叫做一個 比較好的 主動應結的方法 還有 說真的 就是 水星 當然它不好的體驗 就是 周圍有些人在說 說些事悲 說些八卦 或者有些事情 迫到你們最後要互相爆 但是如果自己可以去主動 去master這個能量 你們自己主動去溝通 自己主動去爆一點點 OK 就是一個 真是叫做 趨急避空的好方法 OK 接下來就祝大家 再次預祝大家 新年進步 好嗎 好嗎 好嗎